声派亮相,所谓南拳北腿,人们期待着领略南派武术刚猛的招式。 可是,与人们平时理解的武术动作不同,黄师傅出手演示的却是一种看上去十分奇特的拳法。 他既没有大开大合的动作,也没有腾挪跳跃的身法。 在场的众人,包括各派拳师,很多也是第一次见到这种奇特的拳法。 然而,在对抗演练中,这种拳法却在搏击格斗中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灵力。 原来这样也可以的。 这些看似柔弱的招式与灵力的杀手之间,到底有什么样的联系? 网绘的南岳大地上,为什么会出现如此的武林门派? 当我们把目光投向南国,希望看清这种奇特拳法其中奥妙的时候,却首先听到了这样一个故事。 感谢旁苗 我可是写会说,再跟我 figures聊过很期待 Kiss